這是新年第3彈 其實我剛剛做完蘿蔔糕再拍 又要裝多一次 嘩多一次 很累很累 那些材料呢 逐一說吧 這個是什麼 我忘了 麵粉 中筋 剛才那包 中筋麵粉 份量也是 都寫在下面 自己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份量 糖 少許糖 兩隻蛋 這個是什麼 番薯粉 番薯粉 五香粉 豉油 然後這個是什麼 豆皮 春捲皮 豆皮 豆皮 一塊就行了 幾多塊 它很大張 好 一兩張 然後這個是什麼 肥豬肉 腩肉 蔥頭 十多粒 這個是什麼 馬蹄 對 圓粒 馬蹄 這個就是包五香 等下先開始做 開始先切豬肉 可以冷凍一點 會比較容易切 切成一塊塊小塊 為什麼不用肌 用肌不好吃 不好吃 這個是新年才做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要新年做的 平時都可以 不過新年熱鬧一點 這樣 會比較熱鬧一點 氣溫 像新年 切完條 然後 切小塊 切成一塊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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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塊塊 推到多少 切成一塊塊 比較脆 脆一點 脆一點 待會大家知道 ESTER 是如何酸 好 切成一塊塊 捉到這樣 捉一下 捉到... 我都不知叫什麼 捉到怎樣 碎碎的 這樣容易包一點 切完不捉會怎樣 很難包嗎 又沒有那麼好吃 馬蹄 我多數都是用保鮮堆 然後拍扁 不會噴到周圍 嘩 高招高招高招 拍完不夠碎 要再切一切 切到小小 但不要太碎 有點口感 紅蔥頭拍完再切碎 切碎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香一點 清理好現場 把材料倒進盒子 用大一點的盒子 拌勻 馬蹄 豬肉 還有紅蔥頭 這樣就... 那... 多數這些呢 切這麼多肉 還有這些呢 我多數都是三匙斤 三匙斤 這樣... 有磅 你要... 打兩個雞蛋 嘩... 振不到招 打兩隻蛋 然後 放進去 這個很好吃的 好吃 看看 好吃 我做的這個5胸件是真的很好吃 這個1匙斤 糖 1匙斤 什麼 1匙斤 砂糖 然後加了五香粉 五香粉 這個匙斤多少 還是體份量 這就是分薯粉 兩三次斤 下面有寫的 然後加一點麵粉 大約百兩克 厲害 你知道多少克 背了 我這些做的很少弄得那麼清楚 背了一份 對 因為習慣做就知道多少 然後拌勻 好像在研究的技術 又說了 開電話 我講 這裏拌勻 第一次做的 因為不知味道 可以滑一點 煎一下 先試味 你們就知道 鹹還是 調味 對不對 粉看不到 均勻 均勻 這個結度 可以搅拌一下 這個結度 粉也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多水少水 就是肉 或是菜 不過不能太多 太多炸下去就實 不會太鬆 好好好 然後可以包 春筋皮 是這麼大 那 就 剪 頭尾剪 怎樣剪 剪做什麼呢 剪 這樣 四方 齊 好 即是長方形 很好 剪完後 他剛才的意思是長方形 嗯 好 接著就包好了 開始包 對 然後就這樣轉過來 這裡有一盒肉 嘩 跟不上你 慢一點 對 再包好肉 包就這樣 這樣 這裡加多少呢 看你喜歡大條還是小條 你看大條炸就中間沒那麼容易熟 好 小小條 即是 這樣包一粥仔 這樣 然後就卷 好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粗又是他們的決定 對嗎 不過粗一點就難熟 對嗎 這樣蒸完再炸 就不用吃 哦 要蒸完再炸 對 好 蒸熟它可以 大家看清楚 蒸熟它可以放石櫃多久 要吃才炸 好好好 這樣吧 有點難度 其實也很簡單 這樣 捲起來 一條 這裡有三條 而且這些春捲皮 這些大小 即是你們買的也有機會不同 你們自己看 買多一點 因為這些都可以放的 放雪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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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的 因為你們不知道 它們大小 包多少 可以放多一點 買多一點 或者用來做其他東西就可以 這些 這個份量已經捲好了 做到這麼長 下面有寫的 分量也有 六條 八條 這麼長 這個叫什麼名字 你剛才說 五香春捲 五香春捲 現在這樣做完 然後做什麼 然後煎十分鐘 這個味道 剛才已經全部包好了 通常有一點點剩 我媽媽也會剪多些皮 再包 剛才說可以試味 即是你們還沒包之前 可以煎一煎 拿一堆餡 煎一煎 就是這樣 可以試一下鹹甜 再自己調整 吃給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 應該沒什麼聲音 都脆了 整整整整整 然後就可以蒸 蒸幾辣 十分鐘 十分鐘 大火也是 對 還有你下面鋪那張東西 嗯 對 下面噴一些油 即是你蒸那塊板 或者鋪一張紙 但是鋪一張紙要切開 大火蓋蓋 蒸十分鐘 嗯 好 蒸了十分鐘左右 其實是一樣的 那些全部都可以 拿一支筷子 拿一支筷子 嘩很大煙啊 啊啊啊啊啊啊 可以拿一支筷子 這樣中間切開 又是啊 沒有黏的 完成完成 如果你真的吃很久 你可以直接 急凍了 急凍了 急凍可以放幾個月 這樣呢 也要凍了才切 凍了 我待會會示範 切一切一切 然後煎來吃 超棒超棒 超棒 隔了一些 同一晚拍的 你看 專業 專業飲食頻道 同一晚拍的 你們全部一起做 一起做 然後放涼了 就可以切成小小塊 是啊 切 切成小塊 這樣炸出來就漂亮一點 斜斜的漂亮一點 要不要冷掉才切 要冷掉才切好一點 好 這麼厚 這麼厚 這樣啊 一條 反一塊出來看 反一塊 一條 完美完美 現在就煎了 然後怎樣看 是嗎 有時候 自己覺得經驗 就是看這個筷子下去 它開始有少少 開始煎了 就覺得這個熱 這樣炸就可以了 對 不要太熱 太熱 太熱就會變黑色 好好好 開什麼火 對 開中 熱火 다음에熱就變中河 不要太細 躲起來 對 自用這樣 講清楚一點點 這個 泡泡就這麼大 不要太大火 因為 蒸了中間 但要炸熟一點 類似泡熟 對 如果火太濃烈 會變黑色 中間又不熟 冷冰冰就不可以了 一定要慢好 現在已經浸熟了 之後要做什麼呢 就把火開大 然後放進去 逼出油 這樣就不油 而且會脆很多 油溫升高之後 放進去 大概180度 把油迫出來 炸到最後一點 這裏大概十多秒就可以了 你們看吧 因為這麼大火很容易燒 十多秒放進去 把油迫出來就可以了 嘩 超脆超脆超脆 然後放一些熟油紙 把油縫上 Imperial 都吸收到好 沒有太多油 嘩 炸完 脆得 嘩 吃一下 嘩吃一下 吃一下什麼 嘩吃一下 嘩 剛剛更脆了 裏面不會過熟 有脆了 慢慢慢火炸 蒸了之後 放在冰箱裡冷熟 5-6天 如果吃不完就放入急凍 急凍可以放1-2個月 有什麼不明白就問我吧 拜拜